嗨 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的橋的維恩 今天要來介紹六本木地區的全攻略 我在六本木工作了兩年 剛剛你們所看到的沿路 就是我之前上班的路徑 所以今天會以我個人的觀點來介紹我心目中的六本木 那也因為如此啊 雖然六本木其實是東京夜生活的代表 但是在今天的介紹中呢 就不會帶到囉 六本木最著名的就是兩座指標性的購物 以及娛樂的複合設施 六本木新城 Lobongi Hills 以及 東京中城 Tokyo Midtown 在Lobongi Hills 最值得一去的就是位在52樓的展望台 Tokyo City View 六本木地區的室內展望台加上展覽是1800日幣 那這邊的室內展望台 不定期都會有不一樣的展覽可以看 那如果你要像我們一樣到Skydeck的話 需要再買500元的門票 最推薦的是到室外的展望台 因為位在室中心 而且又沒有玻璃的關係 可以看到最一覽無遺的城市風景 另外在53樓有森美術館 是日本最高的室內美術館 建議上觀景台的時候購買套票 可以一次欣賞 在Hills這裡 還有一些餐廳推薦 比方說像義式料理 Delmato 這家店的特色是他會跟七月的農家 購買當季的食材 所以吃起來應該很新鮮 東京必吃千層蛋糕 Harps 超推薦的柚子拉麵 Affri AS Classics Burger 等等 都是隱藏在這裡的厲害美食 Bacon給的非常非常肥厚 然後給三大塊 然後BBQ的醬 再加上這個 肉片是絕配啊 離開了Hills 我們來介紹一下在Hills 正下方的毛利庭園 毛利庭園是會在六本木的一個日式庭園 還蠻多上班族中午會來這裡吃飯散步的 這裡很像是都市中的秘密花園之外 春天也可以在這裡賞音 在Hills附近還有兩個推薦的景點 一個是欅崖坂 從這邊可以拍到東京鐵塔 我現在走在這條斜坡上面 充滿了Ellumination的斜坡呢 就是六本木這邊的欅崖坂 橘板 那這個地方呢也是以相當多的兩堂的精品文明 另外就是桜坂 這裡最推薦櫻花季的時候來 可以看到一片櫻花大島 接下來要介紹東京中城 不管大家是從Hills 或Mittown出發 在他們中間有一條地下道路 可以幾乎不需要到地面 就走到另外一棟建築物 Mittown這邊的一樓跟地下 也有不少餐廳跟店家 其中我們吃過平田牧場的豬排 我這次那個精華桌店是跟生生一樣的那個combo豬排 這樣很酥脆 然後 這個應該是瘦的肉 不會很肥 它豬排切得很紮實 而在這裡也有一家很大的無印良品 在日本買基本上都會比較便宜 可以來逛逛 Mittown這邊推薦逛逛旁邊的快艇公園 從Ritz-Carlton這個路口進去 平常就很綠意盎然 冬天的時候更是有燈飾可以欣賞 從這邊開始就是Mittown的Illupination囉 走到靠近Mittown 天橋的地方 是拍夜鷹的絕佳景點 再往前走會經過安藤忠雄設計的2121design site 這邊是2121design site 有很多前衛藝術家的藝術作品 一路經過秋帆毛利家下 夫夫基的方向 就來到散步的好地點 這裡有池塘以及日式庭園 這兩棟 除了這兩棟 指標性的建築 與周遭環境之外 六本木還有國立新美術館 這邊除了可以看美術展之外 周圍的環境也是相當的舒服喔 加上剛剛提到的森美術館 以及2121design site 也是六本木這裡 被視為藝術與設計中心的原因 最後來介紹幾家在這個區域 還沒有推薦的餐廳吧 我之前下班很愛吃的 一蘭拉麵 超推薦的漢堡Shake Shack 它的麵包啊很好吃 就是蠻吃軟的 不會很煩 然後 它的培根煎的也非常的脆 再加上它的 Smoke Shack 有一個它的 chirri sauce 和辣醬 等於吃起來非常夠溫 明家的咖哩 GoGo Curry 都是好選擇 最後還有幾家我們吃過的餐廳 就在宜蘭旁邊的巷子裡啊 有一家豬排店 我們在日鼻谷縣以日游的最後去吃的晚餐 巷子裡的豬排店 今晚 它的豬排真的超水嫩 我剛剛一咬下去 整個那個肉汁都溢出來 然後 它的豬排呢 是軟的 可是非常的有嚼勁 有看到嗎?有看到嗎? 五行拉麵 薩薩 Kebab Briani 和樂 Motsinabe 家庭還連續十年得到了國度的Motsinabe的Ranking冠軍喔 那Motsinabe就是牛腸骨 那這道啊有韭菜 還有高麗菜 那當然呢 也有我們的重頭戲 入鵝倒產的 牛腸 超有嚼勁的 以上就是我心目中的六本木拳攻略啦 我是維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asata